近日,记者沿着滇藏公路抵达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甘曲河 河上的一座悬索桥已经存在一百多年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时从桥上经过 人们为它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桥 甘曲河边曾经是鲁绒着马和望堆的家 2013年,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发生地震 他们所在的村庄上桥头村,房屋不同程度开裂 在政府的扶持下,整村搬迁到了更宽阔的山谷中 家家住上了新民居,上桥头村改名为幸福村 而甘曲河边的旧居成了鲁绒着马,木网制作工坊 每天着马都会来到这座小屋 17岁时,鲁绒着马进入藏康达家族学习木网制作 后来与藏康达家族的望堆相恋成婚 他们共同守望着红军桥 做木网的手艺已经延续了近40年 木网是藏族民众从生到死,随身随行的餐具 无论是旅行,转山,过零卡,还是婚嫁 木网都不离生 因此有一往一辈子的说法 鲁绒着马说,制作木网最重要的步骤是上漆 漆上好后,百年不变色 颠藏公路修通后,自上世纪90年代起 总有一些游客循着当年红军的足迹 走过红军桥来体验木网制作这份古老的手艺 鲁绒着马以乐于展示和传授 鲁绒着马告诉记者 如今,随着中国设葬周线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交通条件的便利 出门穿木网的习惯 正逐渐远离赞足民众的生活 而做工精致的木网则被作为旅游纪念品 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带到世界各地 以前是做那个 我们装那个酥油呢 现在是油煸气那个 全部是熟食和 装熟食的 装那个 饼干的 以前我们装那个炸麻 现在是装那个饼干的 装糖果的 自从邂逅这只木网开始 鲁绒着马的命运就被改变了 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追求 并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美好幸福生活 也使古老的木网装成新意 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个生动的注解 鲁组合作为旅游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